要来关键是好市多的A肝霉风波持续在延烧 双北线都出现了疑似A肝检验阳性个案 分别是在台北市一名60多岁女性 还有新北市一名40多岁女性 而为了限中起见 现在卫生局再次都做了采集检体 要送交中央实验室来复验 预计今天下午会有最新结果出炉 好市多贩售的蓝莓还有三种综合莓 都未验出A肝病毒 事件持续延烧 双北都接获疑似A肝个案 都曾经使用好市多冷冻综合莓果 初步检验的结果 因为它的讯号微弱 所以我们已经将原检体送到中央的实验室 北市卫生局说通报这名个案 是一名60多岁女性 三月底到四月底使用好市多综合莓果 五月五号卫生局接获通报 五月九号初步检验若阳性 检体再送中央实验室复验 两名家人目前没有急性A型肝炎症状 无毒有偶 新北也爆出一名四十多岁女性 A肝抗体检验阳性 新北于昨日对个案重新采集检体送验 新北卫生局表示 新北这起个案四十多岁女性 三月中使用好市多综合莓果 五月二号自费检验 A肝抗体阳性 五月八号三名家人检体阴性 个案检体再送中央 预计九号下午才有答案 有个案已经产生症状来送验 卫生单位却指出检验若阳性 还得反复送验 事件延烧 不少吃过的网友都很担心 不论是医师脸书还是脸书社团 许多网友纷纷留言 军血中心能筛到A肝带员吗 来个扩大筛减好了 费用归好市多 请问有吃过一定会感染吗 要检查哪些项目 医师也点出避免感染最安全的方法 同事或朋友 可能在一到两个月内 都要特别注意A肝潜伏 一旦确认A肝感染之后 但如果能稍微隔离一下是最好 如果使用过好市多莓果 出现发烧 震带等 A肝疑似症状赶紧就医 双北个案是否确认相关 有待机关署复验 结果出炉 记者综合报道